感觉这个游戏该宗比较厉害 哪有 你看他刚刚就拿该宗的 哪像我拿完的 你看他只能在地上开直播啦 他更可怜的是 还没有人帮他开直播呢 好的 我们今天呢 在这么风雨飘摇的时刻 没有关系 大家这个力气很重 我们呢 介绍大家一款好玩的游戏 我先说 我先说 这个应该不是鼎来的 请大家务必冷静 好 那我们今天要玩的这款好玩游戏呢 叫做 Arena Breakout 暗驱突围 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暗驱突围 是一款沉浸式战术FPS手游 那什么是沉浸式战术FPS手游呢 他就是一款 有点像大逃杀 但是大逃杀 更深沉一点的这种游戏 深沉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大逃杀呢 他的这个游戏内容是 你要活着 然后当最后一个生存者 那这个Arena Breakout呢 这一款呢 是你一样要活着 但是呢 他有这个撤离点 可以呢 在游戏中 透过这个撤离点 来保存你的战利品 那你只要死掉呢 战利品就会噴灌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可以 多人胜利的游戏 跟这个赢者全拿的这个大逃杀呢 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那这个游戏重点呢 在于射击 抢劫突围 同时呢 也要生存 游戏的内容大概介绍到这 那我们要介绍这个 最顶尖的 为什么这款游戏 跟其他游戏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呢 我们现在呢 有这个 最顶的 我们的这个Arena Breakout呢 花了重金 使用了魔法卡 使者苏醒 苏醒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 传奇的华人代表 李小龙先生 来到了我们的游戏现场 这张使者苏醒 非常的贵 把李小龙从异世界 请到了我们的游戏里面 这个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首先呢 是要怎么获得 我们的这个 李小龙这个主题呢 右上角有一个 其实从个小图案可以看到 有一个穿黄色紧身衣的这个军须 然后呢 里面有一个叫 猛龙过疆的这个活动 好你们看到 龙 好 这个这个活动呢 就是专属 这个李小龙的 这个猛龙过疆 那这个是一个 转盘活动 那他前两次来三次是免费的 所以呢 如果你是个欧洲人的话呢 你有可能两三抽之内呢 就搞定李小龙的这个武术服 跟他的这个武器 双截棍 那 转盘活动呢 顾名思义 就是这个包底 就是呢 你抽到最后一定会抽完 那抽完呢 就可以拿到这个李小龙的这个套服 那我们呢 稍微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我们 李小龙的套服 现在穿在我的身上 那他还有一个这个造型 就是我们的这个小刀 然后他会换成双截棍 等一下呢 我们也会在游戏里面 展示给大家看 OK 好 那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这个游戏的系统 首先呢 我们从左上角这边 来介绍给大家 不怕避免有些人 没有玩过这类的游戏呢 以为画面很乱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的左边呢 就是我们现在身上背包 那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SKS 这把长枪的旁边呢 有一个 这是冷兵器 也就是俗称的刀子部位 那因为我们这个李小龙活动呢 送了一个这个造型 龙魂双截棍 那我们等一下也可以试试看 看看有没有办法 用小刀 载一个人 我这个稍微有试过了一下 难度可畏是高到不行 基本上呢 大概只能杀到一些 没戴耳机的人 好的 那我们现在呢 正式的要来进入这个游戏了 然后呢 这个游戏呢 会随着等级提升 开放更多的地图 那我们现在选我们这个等级 适合进入的这个山谷 我们就进去山谷 好 然后你看 你刚好看到吗 我们进来的时候 这个角色还会模仿这个 李小龙的这个格斗姿势 会跳个几下 会跳个几下 好 那我们呢就这个 玩一场 实际玩一场给大家看看 好 那在我们排队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各位聊天室的观众 经过我这一番的介绍之后呢 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主播黑妹妹有成年吗 那肯定是有的 那肯定是有的 联络人有成之汉吗 联络他可以获得限定武器三枪 跟限定仇物九速熊 哦 我们正式的进入这个游戏了 哎 前面有人耶 前面有敌人 看到了 是时候 让他知道 妖射怪物了 嗯 他怎么不见了 我刚刚看到他在我前面啊 哦 妖射怪物 哦 这样我们就干倒了一只了 辞取他的战利品 嘿 这怎样 空生仔是不是啊 卫生纸 收走 他的垃圾 罩他罩他 主将 所以老大哥说的 铁弯A架矮派是骗我们的吗 感觉这个游戏该宗比较厉害 哪有 你看他刚刚就拿到那中的 哪像我拿完的 我直接拿拿完的 AK47 直接在他脸上夭射 你看他只能在地上开直播啦 对不对 他更可怜的是 还没有人帮他开直播呢 可怜啊 好那我们 来介绍一下这个游戏的重点 这游戏呢 就是你打开小地图 你会看到你现在的位置 我们现在在这个 诶 诺昂斯廷 然后呢 地图上会有绿色的点 左边有一个那个 撤离的绿色的点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撤离点 也就是我们 搜刮了一整场之后呢 我们要 绕干的地方 这为什么叫战术游戏呢 就是 你不一定要像我们一样 在这边杀人 你可以呢 直接 楼下 外送的面线 然后在那个 撤离点的草地上 刻着面线 哦 对我怎么在 对我怎么在狗叫 啊他说你back up 啊我人在 这么远的地方 怎么背杠他 先过去找他们会合 OK 然后呢 直直的 往队友那边冲 这只能说 阿管说的对 这游戏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 这个太你真了 跑步跑一跑呢 他一开始 交喘 要这个 停下来 等他这个 恢复一点体力 哎哎哎哎 又压到开枪键 又开了三枪 对对对 主播你刚说的 你真 角色倒地会啊啊啊吗 会的 等一下呢 有人倒地的时候呢 我帮你靠近一下 录一下音 哇靠勒 他妈的在那边喘气的时候 都被人家偷袭啦 看起来 看起来我连阿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就趴在地上 干 直接被他 狙一发就倒地了耶 大家有看到吗 我们这个 胸肌特别发达的 尼小龙 大家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变成 胸肌特别发达的尼小龙吗 因为 我的装备 噴光光咯 主将老大哥 只能扛三枪 你只能扛一枪 嘿嘿嘿嘿 吹人 我们这把他当这个 瘋狂刀客李小龙 手上只有双截棍 李小龙敲头 来了 双截棍大哥 先找一个人多的点 直接开始去敲头了 东部农园 来是农场农人头喽 哥哥现在是 一千层狗头 一磅一只 一千层狗头 要哪里都没人 我找人 哎呦 来了宝贝 山上有人喔 刷电有人 完了 又没力了 先喘一下 先喘一下 等下准备开急跑了 充士咯兄弟 怎么又 枪声在对面啊 靠腰哦 哎呀我这里的人 哎哎哎 欸不行啦不行啦欸 欸不行啊那啦 欸欸欸欸欸 你一小弄還沒還沒要開機 就快要趴在地上了 欸欸欸不要再說了不要再說了 要站起來啊 屋子借我躲一下屋子借我躲一下 欸這些人不給面子欸 喔喔啊這樣子要怎麼 怎麼搞啊 啊屏屏屁屁屁欸 來囉敲頭大哥 欸這還被開過欸你知道 啊找人 你們現在找你 別說你找我 啊現在啦 欸他媽就躺在這幹 有了欸 啊 幹這敲到怎麼有鬼咧幹 一敲就死了 看一下重播 哈哈哈哈他媽 這個人還拿著噴紙靠 要怎麼貼過去啦 你這樣對嗎 蛤這樣子打我們李小龍 華人社會以何為貴呢 你這樣子 拿一個噴紙噴那個拿雙結棍的 啊沒感到 好啦 看來要打到頭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啊 好 再跟大家提醒一次 Arena Breakout 暗區突圍呢 現在呢 正值這個 下載遊玩的好時機 想遊玩的人呢 可以去聊天室的自己連結 點下來下載來玩 啊為什麼呢 因為呢我們這個Arena Breakout 丟了一張卡 這個死者蘇醒 請來了我們這個 知名的華人武打英雄 Bruce Lee 難得有機會 可能 十年都沒有一次機會 可以看到我們的 Bruce Lee 李大哥 這個重現人間 所以呢這個 趕緊的下載下來玩 那 喜歡李大哥的朋友們呢 可以去這個右邊 這個 猛龍過江 猛龍過江活動呢 親自體驗看看 李大哥 跟他的這個 雙結棍 那今天這個 Arena Breakout 暗區獨圍 就介紹到這邊 事實證明華人功夫 在洋槍面前 就是花錢秀腿 我們剛剛李大哥 被他噴子噴一槍 直接 180度翻轉起來了 靠 欸太狠了啦 那我來拿噴子的是怎樣 好啦 那大家沒什麼問題的話 這個暗區圖為 Arena Breakout 就介紹到這 喜歡的朋友們 可以去聊天室的置頂連結 下載下來玩 好 那這個沒有問題的話呢 今天就介紹到這 謝謝大家 所以我的觀眾都是死人是不是 看完就走了 比地大師國動張惟行 分析報告 那靠 我的是不是都機器人 也不按讚 也不評論一種 按個讚都不會 難道是因為 QD拍帥哥嗎 點讚數7拍 不會有多動啊 都機器人喔 好 好 好